我们转机有大概一小时不够的时间 我们都来这个Finnair的Lounge 里面参观一下 我们也是第一次来的 这个Lounge 一进来就已经觉得很美好不遗的感觉 好像现在的家司那样 不过因为现在已经差不多沙满了 12点所以里面的人都不是很多 虽然是这样 也有些人 所以我都尽量压低一些声音 去不要骚扰到大家 走到这边 会看到有些汽水机 啤酒 不是啤酒 应该是酒 这里都有些咖啡机的 因为快要沙满了 所以我也是很快地认一次给大家看 走进去 走到这边就有个厕所 里面都有洗澡的位置 绿色可以用 似乎这个不是预约制的 你看到绿色就可以用 整个感觉都很不勾 然后这边应该是一些儿童的角落 这里有一只芬兰的名物 母名 然后有一些小朋友画了的画 有一些儿童书 有一张BB灯 这颗色如果没有记错 就是未来芬兰航空出的 新的business class 或者premium economy 或者econ 它们都是用这种深蓝色 可惜今次这一层机 是未有机会 坐到这个新设计的business class 再走进来 座位都相当足够 这里都有些东西 然后这一边 就是一些食物 可惜因为现在正在逛半夜12点 所以都不是有很多食物可以选择 我自己都没有看 我刚刚一进来就立刻拍给大家看 看一看 都有些食物 哇 有这个我以前在香港IKEA 常常会去吃的 肉桂卷 我们再过来这一边 那这一边就有个很漂亮的喝酒 的地方 如果大家喜欢酒的话 这个一定很棒 哇 整个lunch的感觉 是真是很舒适 很享受的感觉 如果有机会可以在这里留一点 坐在这里 拿部电脑出来做一下 整个感觉 我都有夹了一些东西 意思意思 在机场里面 还有一个很大间的无名咖啡 这间就是我们一会坐的飞机 是A350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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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左边 谢谢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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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不到这一班飞机的行业 全滑 好 不要走来走去 我们看看位置 一来到的时候 有些什么 在下面 就有放了一张毛筋 然后也有一堆拖鞋 看过来 这一边就已经放了一支水 这支水 跟刚才伦敦去芬蘭的那支水 是一样的 有一张安全卡 然后呢 就有今一层机的菜单 我们这一层机都半夜机 所以可能都是一些小吃 咦 都不是 都有些晚餐 做 有前菜 煮餐 和食物 留不到曼谷的时候 也有个早餐 中间都有些饭 他就没有说饭是什么 可能要问他 看看陈基中间会不会醒了 会要叫饭 然后另一个就是那个饭 我自己就不是太好酒 这边不关我事了 这边也有一些汽水 果汁 茶咖啡那些 那我想 临到之前也要喝一杯咖啡 看一看 这些长途机 通常起飞之前 都会有一杯Welcome Drink 那我都选了这个南海汁 还有一个Amenity Kit 那这个Kit 是一个芬蘭出名的牌子 和Finnair一起去提供的 那一会就开箱看这个Kit 里面有些什么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就有对墨 那这对墨呢 那这对墨呢 是我特别问他他才给的 不是就这样放在那里的 那我觉得如果在飞机上 可以随对一下 然后穿着这对墨 那就算是这里 人行一下都舒服一点 那所以就问他拿到对墨 那其他个位的那些设施呢 就我们一会再看 这对墨穿上来都挺搞笑的 那好了 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位 有什么设施 那按下这个按键之后呢 那个屏幕就会彈出来的了 那你看到呢 有很多不同的语言选择 有中文 有韩文 有日文 那其中一个原因呢 是因为 芬蘭呢 是其中一个 最近亚洲的欧洲国家 那所以呢 有很多亚洲客 都会坐芬蘭航空之后 转机去其他欧洲的国家 那之后呢 再看过来这一边 那这边呢 平时以前应该是挂耳机的 那可能因为现在疫情呢 就改了不挂在这 那这边呢 那这边呢 有个插耳机的插头 有个USB位 那就是电锅 那这个电锅 那这个电锅 是一些万能插头 那香港的三个插头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再看过来呢 这个就是控制椅子的Panel 那又有正常起飞 那还有睡觉平躺的模式 那还有邪邪地给你去休息一下的模式 那如果不喜欢它 這些預設模式亦可以透過這些按鈕來調節位置 這邊有一個遙控 這個遙控 現在未用過螢幕 所以不知道它的靈敏度是否可以 稍後試一下 這邊有一個燈 先看看是否開啟 OK 沒問題 開啟的 吃回去 再掃過來 這裡有扶手的位置 可以讓你拿著手的 不過角度好像不太適合 有點壓得開了 接著到這裡 耳機在這裡 不過這個位置略嫌有點小 放銀包 護照都OK 但如果放在手袋的話就未必適合 芬蘭航空的天花板是天空藍 還有一些會動的白雲都挺搞笑的 還有有沒有覺得這裡的空間感比較大 因為它的行李架只是在旁邊有 中間那裡沒有的 所以視覺上和空間感和其他機器有些不同 廁所相當小 A350的廁所特色就是它有一個窗 不過現在我們還在地面 所以如果這個窗開了的話 外面的東西就提到你的廁所 其他都是以標準的配置 這個航行圖顯示的就是正常武士的時候 飛行的那條線 會經過俄羅斯 然後就落到曼谷 不過大家現在都知道 就是因為戰事的關係 所以現在的飛機都不會經過莫斯科 白俄羅斯或者烏克蘭的地方 而是會繞這邊下去 所以航行時間也比平時多了一點 這次我們這艘機 它的航行時間預計是10小時45分鐘 在天氣冷的國家起飛 起飛之前都一定要做一個 的動作 現在看到這一邊就做得七七八八 這邊就還在做 這邊我們看出去外面都會看到 這個過程我們在香港就不會有需要做到 因為都很少可以跌到去領導 甚至跌到去領導 其實都沒有需要做這個的 但現在在芬蘭這裡 今天的溫度好像是富三度 所以都會有結病的機會 或者危險 所以起飛之前都一定要做了你的動作 確保安全 看到兩隻翼都變成橙色 就知道兩隻翼都已經做了 都已經做了一些藥 做完這兩隻翼之外 其實機味它們都是需要做的 所以你看到螢幕 都噴到它現在有些水 萌萌的 現在這一邊都噴 剛剛捕捉到這個時刻 A359最棒的就是 可以在網上看著它起飛時候的狀態 我們現在就剛剛在Helsinki那邊起飛了 終於 比原定時間都遲了 差不多八九個字 我們飛了上天 我們終於正在去曼谷了 這個就是我的晚餐 前菜有蝦 還有空中服務員說 很出名的芬蘭麵包芝士 叫我一定要試一下 然後主菜就是烤雞配飯 我覺得整個餐最有特色 就是這個 迷你滴滴色色的鹽和胡椒粉 很小的很搞笑 而飲品方面 因為我都喜歡它的藍莓汁 所以我看到它有一個藍莓的Motel 我就叫它試一下 另外一樣 就是飲品的Menu那邊沒有的 是隱藏飲品來的 就是熱巧克力 我要特地問它有沒有 然後它要檢查一下 有才可以給到我的 剛剛吃飽了之後 趁燈都還沒關 就跟大家開箱這個Travel Kit 這個Travel Kit 看起來有點薄 跟我一年前坐Carta 的時候 然後拿那個Kit 有點不同 Carta 那個因為它比較厚一點 所以我現在就用來裝了我的麥克風 總之是拍片的裝備 這個那麼薄的話 用途就似乎沒有上年Carta 那個那麼大 不過不要緊 我們只要開箱看看裡面有些甚麼 我們先看看 這裡看看 這裡有一個扣扣 不過試試看看能不能到 OK 一扯就扯到了 這款是芬蘭的品牌 叫做Marumiko 不太知道怎樣唸 不過不要緊 設計都頗漂亮 然後裡面有些甚麼呢 第一就是 Flying Essential 這一支 裡面有個潤唇膏 還有一個擦臉的霜霜 這個Number 198 好像是現在 FIN AIR 專用的那隻牌子來的 它在廁所裡面用的洗手液 霜霜也是在用這隻牌子 哇 嚇緊了 接著之後有一個20 然後有一個拆牙套裝 牙膏和牙刷 最後還有這個 都是這隻芬蘭牌子的眼罩 其實都很漂亮 真的 沒有了 就是這麼多隻 它後面那裏 其實有說 如果你有需要其他東西的話 你可以跟它說 那麥是剛才我已經拿了 接著之後還有梳 看鬚刀 還有這個瘦口水 如果有需要 都可以問它拿 時間剛剛好 它的燈開始慢慢調暗了 我亦都介紹完這個 現在距離目的地 還有大概兩個小時左右 讓大家看看 我們現在的機器最後是怎樣飛 我們出發 就是在芬蘭尼那邊出發 你看到那個航線 是沒有經過俄羅斯 馬俄羅斯 或者烏克蘭 這樣這個向下飛的航線 是比平時多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但是因為現在打仗的關係 所以就算要坐久一點 都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安全 剩下這個飛機餐之後 就代表我們就來到曼谷 這次我們坐芬蘭航空 由英國經芬蘭去到泰國 整個體驗都很好 如果之後他們飛回香港 還沒有英國的直航機的話 我都很推薦大家可以坐芬蘭航空來英國 一來他們一般都會安排一個 居住的空中服務員 好像我們這艘機 都有隊員是泰籍 雖然不是必然 但大多數都會有 二來Helsinki的機場 是在歐洲入面 少數會有中文指示牌的機場 這兩樣都幾方便 一些不是泰式英文 又或者未適應英文的朋友 這次先說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片 在泰國見 拜拜 照顧 我愛你 我愛你 愛你 感谢观看